乌兹别克斯坦结婚如何吃喜 现场宰杀的两头牛洗净切好捆上绳子 扔入直径足足15米的大锅 牛肉下锅激起的巨大油花 翻滚中逐渐激发牛肉香气 尽管热油能溅出5米 可厨师依旧有说有笑 这口能装入千斤美味的大锅宫在千秋 不一会牛肉变像小山一样堆积在大锅底部 厨师拿出巨型铲勺顺着锅边翻滚 炙热油温 牛肉表面快速焦香并锁住里层汁水 散发出来的油脂香气 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 蛋白质爆表的同时维生素也不能辣下 满满两大桶的馅炸薯条 新鲜的胡萝卜捕快 厨师像不要钱一般随意倒入锅中 再加入满满一桶山泉水 翻炒均匀撒上鹰嘴豆和葡萄干增色提香 由于锅太大没有合适的锅盖 厨师也是不慌不忙掏出大盆盖住食材 焖煮时不断顺着锅边倒入清水 直到食材味道逐渐混合并孤独冒跑 便用铁勺将鹰嘴豆铺平 盖上整整100斤当地生产的长粒乳 这种米口感筋道且自带鼓励香气 就算煮熟也不会粘在一起 倒入的米饭要先盖上盖子焖煮 让米饭充分吸收浓郁汤汁 整个烹饪过程通常要持续6个小时左右 从清晨到日落 为让其均匀受热 每隔10分钟厨师便起身翻拌 使边嚼米饭也可浸入汤汁 长时间倾注耐心制作的牛肉焖饭 每粒米都混入肉香 蒸腾而上的热气 食客们不看新娘全都围在了大锅旁边 伴随着起锅开饭厨师先将肉块捞出 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 这时再将米饭从大锅里盛出 盖上软烂肉块 配上新鲜鸡蛋和筋道牛肠 便可端好上桌 完成以后的牛肉焖饭 肉块软烂入味香气四溢 米饭颗粒分明筋道够味 真是好吃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